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这是我们教会年度的最后一个主日 九月份开始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新的年度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季节的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进入这个新的年度 在这个最后一个主日怎么准备自己 让大家好好的一起面对前面的挑战 面对新的一年教会的年度的挑战 在上个礼拜是我们的感谢服侍者的一个午餐 我们看到教会生活在运作 我们看到有差不多一百多位的弟兄姐妹一起 才能够使一个午餐能够供应差不多一千人 这个背后有人去买菜有人去切菜有人去预备 有人在厨房里边不论是国语的 粤语的还是英语的 然后那天的时候的六点半 有人就开始来生活 然后就开始烧烤 然后七点半八点钟陆陆续续来 年轻人开始排桌子排椅子 然后就设好不同的桌子 在我们大堂的两边 然后牧师执事他们的妻子们孩子们都一起来 不是这整个整体动员起来一百多人 才能够服侍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午餐 这就是教会生活 教会就是大家一起来做的 你看到的片面 你只看到的片面 但是背后是一群的人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付出 你在礼拜天来的时候 差不多崇拜就开始了 你所看到的就是已经亮了灯 开了空调 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大堂 但是在八点十五分八点半之前 有一堆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来预备 设定这个地方 让我们一起来做礼拜 各位弟兄姊妹 这就是教会生活 我们在享受这些弟兄姊妹 所给予我们的服侍 我要鼓励别的弟兄姊妹 也要学习服侍大家 服侍是一个成长 服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在我们家里边 小孩子不会服侍 因为他小不懂事 自我中心 到孩子慢慢成熟的时候 第一个成熟的表现 就是懂得去服侍别人 懂得去帮妈妈洗碗 懂得去帮妈妈吸尘 懂得去服侍家里的大小 这是成熟的表现 在我们教会生活里边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一起服侍 一起来建立 主的教会 成为一个蓬勃的教会 在九月份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国语和粤语的弟兄姊妹 会联合崇拜 一连一个月的时间 主任牧师要讲到 为什么要联合呢 因为我没办法在三个堂会轮流走 那么当我在国语讲的时候 粤语的弟兄姊妹 我就没办法去了 所以最近粤语的弟兄姊妹说 陈牧师 你很久没有来看我们了 好像要去买机票 背过去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同步进行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新的年度里边 一连四个礼拜的信息里边 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什么叫做管家 上帝叫我们来管理我们的财物 管理我们的时间 管理我们的恩赐 管理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 来预备我们进入这个教会新的年度 所以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都在大堂里边一起做礼拜 就像以前这样 我们要学我们的广东话 还记得吗 怎么说早安 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呀呀 太好了 这个一年之后还记得那太好了 哎呀呀 太好了 真好 真好 然后再过一两个礼拜 我们就有35位新的会员加入我们的教会 可能是受洗加入教会 可能是转会 从别的教会转会 加入教会 35位 所以在9月的第二个礼拜 我们有一个受洗的聚会 今年受洗的聚会是分开来的 这个国语和粤语就受洗 在那个崇拜里边有受洗 那么就有英语崇拜 有英语崇拜的受洗的时间 把它分开来 因为当我们联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国效不行 没地方坐 没地方坐 那么只有600人可以挤在大堂 别的要挤在这儿 还要挤到楼上去 大家觉得很难能够进入这个 整个教会的团体生活 这一次我们尝试就把它分开来试试看 能不能一起达到一个比较美好的国效 教会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蓬勃 一步一步的加强我们的效率 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做好 因为上帝配得最好 各位弟兄姐妹 我在思想当我们进入这个新的教会的年度的时候 我应该跟你们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都有同步对齐 大家的理念要一样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信主的那个途径都不一样 有的是因为生病 有人为你祷告之后你信耶稣 有人是因为那个很温馨 很关心你的人 把你带来礼拜堂 教会很温暖 我又加入这个教会 我要信这个上帝 我要信这个耶稣 有人是有求而来的 这里人多嘛 人多之后 他们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 哎呀 这个好像加入一个中青会这个样子 同乡会 有人帮助安稳一点 在一个新的环境 新的地方的踏实一点 是不是啊 有人这个教会 因为哎呀 我的小孩嘛 我的英语不行 这个教会的小孩的工作做得好 清晰做得好 哎呀 我来加入这个教会 你看 我们来教会的途径背景 目的动机都不一样 然后信耶稣呢 到底什么叫做信耶稣呢 也有一点仓师不齐 虽然我们都知道 信耶稣 耶稣的福音就是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来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升天 以后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这个我们都懂得 但是好像又不是摸得很踏实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什么叫做 跟随耶稣基督的概念观念 价值观都不一步 不一致也不同步的话 那我们走起来呢 就难免会有不同的步伐 不同的期待 不同的想法 所以今天 在我们进入教会 新的年度的时候 我要从最根本说起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不是我来说 让耶稣自己来说 耶稣说什么叫做跟随我 那我们就按照 耶稣的教导来跟随他 在第25节的地方说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 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很多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概念 他们都要叫耶稣的门徒 这个门徒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是马特特斯 在当耶稣时代的用法呢 就是跟一个老师 跟一个师傅 学一门手艺 跟一个画画师 学手艺 学了三个月之后呢 就另起门户 跟一个人学烹饪 学了半年之后呢 然后呢 就离开他 自己回家 做我的烹饪 开我的烹饪班 跟另外师傅 学数学 学会了以后呢 自己开一个补习班 开一个小学 开一个学校 这个门徒的观念 在耶稣的时代 是非常普遍 当时没有正规的小学 没有正规的学校 都是跟着一个师傅来学 那个跟着一个师傅来学的 都是一个门徒 跟耶稣的人很多 里面也有这些想法的人 他们也跟过别的师傅 他们想耶稣 是不是像那种别的师傅一样 跟他学一学之后 学到功夫了 我就回家 自己另起门户 再搞一个宗教 跟了耶稣 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自己搞自己的东西 以后跟他再见 那我去做我的事 他做他做 我做我的 耶稣基督知道 在跟随者当中 有不同想法的人 耶稣基督就转过来 对他们说 说出他自己 对他做门徒的要求 他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自己 若不爱我 甚至我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姐妹 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要做我的门徒的话 如果要跟随我的话 你要跟随耶稣基督 胜过一切的人际关系 我跟耶稣的关系最重要 胜过一切 他说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 这个原来的意思里边 更厉害 我们中国人比较 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翻译的时候呢 把那个 爱我胜过爱 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 这几个字呢 不敢翻出来 把意思翻出来 因为原来 当你把这一句话 按照希腊文的意思 说出来的时候 他应该是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 儿女弟兄姊妹 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哎呀 这个 太厉害了 太强烈了 太重了 我们中国文化受不了 在一百多年前 翻译圣经的时候呢 就把他从一个正面的角度 从一个 把他意思揣摩出来的角度 翻出来 耶稣说 你们若 要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 儿女弟兄姊妹 意思就是 你们要爱我 爱到一个地步 别的关系 看起来 就好像是恨的关系一样 那个差距要非常大 简直是天焉之别 简直不能比较 如果你要跟从我 他要 把这个耶稣的关系 胜过一切的人际关系 包括家人的关系 包括弟兄姊妹的关系 包括你自己的性命 这个耶稣 远远超过这一切 这个叫做跟随耶稣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晓得 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恨人 因为耶稣基督要爱我们 他要我们彼此相爱 对不对 他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基督当然也不叫我们 恨我们的父母 因为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都把他在地上的养母 玛利亚交给他的门徒约翰 他还关心他的母亲 在最后的几口气的时候 还会关心 当然他不是要我们恨 耶稣当然也晓得 在十节里面 第四节 当孝敬父母 他当然也晓得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恨人 如果是的话 就跟耶稣基督 所有的教导相违背 但是耶稣基督 在这里做一个比较 我跟你别的师父不一样 我跟你们所想象的 跟随耶稣基督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你们不是跟我三个月以后 自己回家去 学会了手艺 自己开一个门户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你们是完完全全的 把我成为你的主 你的上帝 我跟你的关系 比什么关系都重要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 因为只有这样 别的关系 才能够做得好 因为也只有这样 别的关系 才能够超越 你自己所不能做到的 我们爱父母 爱亲子兄弟姊妹 儿女 爱自己的性命 也只能爱到 某一个的程度以后 我们就有限了 久病也没有孝子 对不对 也没有孝女 不然我们不需要养老院 我们不需要疗养院 因为真是压力太大了 所以要顾老的 要顾小的 要顾自己 要顾工作 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们爱很有限 如果不可爱的人 我们不爱他 那还正常一点 还自然一点 一些可应该爱的人 去爱他 他反而咬你一口的话 那真是受不了 多少人受伤 不是这样吗 在教会里面 私奉多少人 不干了 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一片善良 来服侍你 你在背后 指指点点 那什么意思 多少人在教会 不肯服侍你 就是这样 因为按照你自己的爱 做不了多少 你就受不了 但是耶稣说 你如果爱我的话 你如果跟随我的话 胜过别的一切的关系 我的爱 要使你能够爱他们 远远超过你所能爱的 所以你要跟随我 好像恨别的关系这样 以后你才能够用我的爱 去爱他们 超过你的能力 耶稣基督胜过 一切的人际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认识这一点以后 我们才明白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然后耶稣基督继续的告诉 这些跟随他的人 在27到32节 不但是要跟随耶稣 胜过一切的关系 也要胜过一切的雄心 你看27节 27节说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要跟随耶稣基督 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这个十字架 是一个死刑 酷刑 在罗马时代用来对付 那些最严重的罪犯 十字架所以残忍 不单是因为痛 而且是延长痛苦 让你在烈日的曝晒底下 慢慢的干渴流血而死 十字架更是一种羞辱 让你侧罗罗罗 在人的面前 慢慢死 这种的酷刑 叫人难以忍受 难以接受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 告诉他的门徒 是他们完全了解的 因为他们看到十字架的酷刑 天天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都展现在眼前 他说你们要跟随我的话 就要天天背起 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什么叫做十字架 我们现代的弟兄姊妹 把十字架当做 就是生命送的痛苦 我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十字架 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 讲也讲不听 非常霸道 大男人主义 劝他也劝不听 常常碰到头破流血 跟他说了还是不听 我真是难以接受 但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我的爱人 我的丈夫 我只好背起我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基督 什么丈夫 我的太太才是我的十字架 工作忙得要命 跟同事之间多多请上 回到家 唠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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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唆 唐个不听 门一开就唠过不听 我要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 这个 没有办法 她是我的太太了 我只好背起我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把十字架看成了 我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十字架 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就是十字架 什么叫做十字架 那你问耶稣吗 耶稣十字架对你来说是什么 你记得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园三次祷告说 如果可行的话把这个苦碑挪去 这个苦碑是什么 是上十字架对吗 耶稣说这个上十字架太羞辱太痛苦了 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免于这个苦碑 然后他再说一句话什么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而要照你的意思 对耶稣来说什么是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遵从天父的旨意 遵从天父的意思 放下我的意念 拿起上帝的意念 按照神的安排心意来做事情 那就是十字架 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拿起上帝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婚姻 对你的职业 对你的工作 对你整个一生的规划 的心意 你把它拿起来 放下你自己的意念 放下你的雄心 拿起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 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 跟随耶稣基督 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不再是我怎么想 而是圣经怎么说 圣经教我怎么样爱我的丈夫 爱我的妻子 爱到为她舍命都可以 那我就要遵从神的教导来爱她 居然有的时候不可爱 有的时候很可爱 还得爱 想办法爱 想尽办法爱 虽然我的丈夫很霸道 讲不通 好像一块木头这样 回到家也没有称赞我 鼓励我一下 煮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给她吃 都不会表达 问她怎么样啊 好吃吗 还好了 还好了 什么叫做还好 我忙了一整天 只是还好而已啊 你看我们都表达不出来 心中充满爱 但是说不出来 心里不是自卫 晚上不能睡觉 但是她是我的丈夫 我要用圣经的教导来 还得尊重她 圣经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要尊重你的丈夫 所以想办法 虽然讲话的时候很想刺害一下 但是不可以吃 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意念 放下自己的雄心的时候 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过婚姻生活 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过家庭生活 她说你们做父母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了 她不爱去哈佛 你给她去使探佛可以不可以了 你还要怎么样了 是不是啊 她不爱拉小提醒 你就让她玩玩那个楼骨也行吧 就让你自己不爱了 是不是啊 不要惹儿女的气 她提醒我们 也提醒我们做儿女的 要孝敬你的父母 虽然父母年纪大了有点糊涂 但是你还得孝敬 看到吗 我们放下我们的意念 我们拿起圣经的教导的意念 这个叫做跟随耶稣 意思是说 当我们越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越像耶稣 做事情讲话 带人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勇气 甚至敢于指责 把利塞人的假冒为善 但是也给他们恩典 能够回答 耶稣基督充满爱 耶稣基督充满勇气 我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这个叫做跟随耶稣 然后第三方面 在33到35节 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都不能做我的门徒 耶稣胜过一切的一切 你说了关系 你说了雄心 那还有别的东西 那个男朋友 女朋友 我的银行户口 能不能投资 这些都没说到 那么耶稣知道你会这么想 所以他就告诉你 那些不包含在关系里面的 那些不包含在雄心里面的 都包含在第三项 胜过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都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你看到吗 在还没有讲到这第三点的时候 在前面的经文 他用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第31节 他说第29节说 28节 你们要盖一座楼 不计算花费吗 免得做到一半 不能完成 被人笑话 他说你要计算 你要想清楚 跟随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 你算一算 你到底要不要 你不要的话就不要跟随 你要的话你就好好地跟随 耶稣说请你讲 然后第二个例子 他说你要去打仗的时候 你只有一万兵 对方有二万兵 你能够胜吗 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就不要去打仗 就大家彼此妥协 彼此和谈 那不是没有无谓的牺牲吗 耶稣说你要跟随我的话 你想清楚 想清楚这个代价值得不值得 你想清楚这个牺牲值得不值得 如果你觉得不值得 你不要跟随 因为耶稣说 我的门夫跟别的门夫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说 你要爱我胜过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都包含在里面 那什么意思 你们这个不是邪教 那要把我们的BMW也送来教会 把我的银行户口也送来教会 我的股票也送来教会 虽然最近跌得很厉害 但是还具有点价值 那你们不是邪教 我们不要你的BMW了 也不要你的Message 凡只是你的车子都是你的 但是你的ownership 你的主权交给耶稣 怎么管理财务的主权 交给耶稣基督 耶稣教你 不要只是为地上聚战财宝 要为天上聚战财宝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要好好的管理神的财务 给你的财务 用得好 把它放在神的国度里边 也照顾好你的家人 也为孩子的教育设想 也为你的养老设想 但是也用来奉献在神的国度里边 他教导我们怎么样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把主权交给他 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的门徒 这样的门徒有味道 所以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 他说盐本是好的 盐若试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盐唯一的功能就是调味 盐不能调味 还有什么作用呢 你看那个作用 你放在田里也没用 不能做肥料 你连放在笨堆里边都不合适 是没有到这个地步 如果盐 没有产生那个调和的味道 哎呦 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 真有意思 他说你想清楚 我所要的门徒是这种 有味道的门徒 圆之圆外 跟随耶稣基督 就好好的跟随 认识耶稣基督 胜过一切的关系 也胜过一切的雄心 也胜过一切的一切 这才有味道 这个盐才有功用 不然盐就没有味道 那哪来干嘛呢 丢在外头都没人要的意思 哎呦 连丢在外头都没人要 连垃圾都不如 耶稣说的太有太有 太入味了 就是当一个应该活出来的人 没有活出他的样式的时候 他说连垃圾都没有办法收纳你 哎呀你说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太传神 太传神 就是你读圣经读的 真是觉得 哇 太厉害了 太入味了 所以他说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口 原来耶稣基督所要的门口 是这一种门口 胜过一切的关系 胜过一切的雄心 也胜过一切的一切 这个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 所以当你跟随耶稣基督 你来教会的时候呢 你不是加入一个会员 你也不是加入一个高尔夫的那个country club 你也不是加入一个城市中青会 皇室中青会 同乡会 也不是加入一个中华商会 你是把一切都摆上 来跟随耶稣基督 你把你整个的价值观都翻转过来 来跟随耶稣基督 你把你的一切的主权都交出来说 耶稣基督你是创造主 You know best 你知道的最好 所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事情 肯定没错 你爱我爱到连把命都摆上 放在十字架上 让我可以相信你得永生 我还担心什么 我什么都摆上来 因为那是最安全 也是最稳拓的一个教会 这个叫做跟随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姊妹 是这样来一起做礼拜 是这样来一起组成这个教会 是这样来一起过门徒生活 我不知道几位弟兄姊妹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有人这样告诉你 然后你说我要 还是说你给我三年考虑吧 这个代价太大了 还是当时你信耶稣的时候 也没人把整个的信息 告诉你说的钱 因为当时你的需要 也没办法顾及这一切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 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能够放下这一切 完全的摆上 一切的一切 来跟随耶稣 所以他说你相信 你计算代价 你到底要不要信 因为在 约翰福音第六章 66节 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基督说完了 这些教导以后 叫好多人受不了 在 约翰福音六章66节 从此 他门徒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与他同行 他们不愿意付那个代价 他们不再跟随耶稣基督 然后耶稣基督 就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你有永生知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再大的代价我们都得跟从 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人 你是我们的商人 我要跟弟兄姊妹来思考三个的应用 到底这个信息 对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 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中心的转移 好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之降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生活着 是因为信神的儿子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跟定祂了 祂爱我为我舍己 我不跟祂还跟谁呀 整个中心的转移 以前是我做中心 自我中心 一切都是我的 按照我的 现在耶稣是中心 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是耶稣基督 原来当我们做耶稣门徒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中心 整个在转移 意思是说 信耶稣不是加上耶稣 Plus Jesus 我有工作 有孩子 有妻子 有房子 有车子 有报纸 也有不同 好多项目活动 加上耶稣 加上周末活动 加上信仰生活 你看 多充实 多踏实 错 你搞错了 过去谁想想你交错了 你看这个经文 现在不是加上耶稣 现在是耶稣是一切 我的孩子 妻子怎么对待他 按照耶稣的教导 我上班又有什么 带户 对我的上师 对我的下属 对我的同事 按照耶稣的教导 你要尊重你的上师 你要爱护你的下属 你要跟你的同事们 一起共进退 怎么对待孩子们 耶稣是中心 整个中心转移 祂是一切 然后就教我怎么样的 过所有的生活 不是加上去 而是祂成为了一切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 在你的观念里边 在你的教导里边 在你的行事为人里边 耶稣只是其中一项活动 你得来一个大翻转 因为你不是加上一个 周末信仰的活动 教会的活动 周一到周六是我的活动 礼拜天是教会的活动 你搞错了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周一到周日 全都是教会的活动 全都是耶稣的活动 全都是以耶稣为中心 这个叫做根据耶稣 如果你还没弄好的话 今天 你要把你的中心转移 否则你跟不下 你会跟着很痛苦 当你知道一个基督徒 应该活出这种压制 又常常不肯活出来 不愿意活出来 你自己也觉得很漏气 很泄气 你自己知道 当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位上帝 你没有用那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他的时候 你自己 你自己知道 牧师不用说的 有时候牧师看你一眼你就不舒服了 又来盯我了 又来给我压力了 这些牧师们都是这样的 常常盯着人来看 没有说话 但是我们知道 他就是在说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 你心里有愧吗 是不是 我哪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哪知道你的家庭抓到如何 我还没经过你的家呢 是不是 心里有愧 你知道不应该是这样跟着耶稣的 对待上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 今天 忠心的转 第二 你要效法耶稣基督 你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向耶稣基督的勇气 向耶稣基督的爱 向耶稣基督的舌吉 你跟随他你就越来越像他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保罗说你们应当效法我 那你保罗是上帝吗 不是不是 你们当效法我像 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效法基督 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就是越来越像他 所以英文这个Christian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小基督 像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小基督 在我们的举止言行 在我们的生活价值观里边 效法耶稣基督 你要怎么效法耶稣基督啊 弟兄姐妹 你都不认识他怎么效法 我们在 哎呀我们弟兄姊妹 常常喜欢把信仰外包 是不是啊 外包给牧师 哎呀牧师你来教我们 你来帮我们读圣经 你来帮我们灵修 我没时间啊 我只能礼拜天给点钱 花点时间来唱唱歌 别的时间没空 我们外包给牧师 牧师你帮我灵修 牧师灵修 牧师自己灵性会进步 你不会进步你知道吗 牧师你祷告 我没时间祷告 牧师祷告自己很亲近上帝 你没有亲近啊 信仰不能外包啊 我们可以引导你 可以教导你 信仰不能外包 你得自己认识耶稣基督 你才能够像他吗 我鼓励弟兄姊妹 在这个新的教会年度 好好的跟着耶稣基督 我鼓励弟兄姊妹 没有好好的圣经读过一遍了 好好把圣经重新再读一遍 我也好久没有把圣经再 从头到尾开始再读一遍了 最近我也危改了 所以呢 我就拿起我的手机 就下载一些圣经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经文 那个那个 那个program 然后呢它里面呢就有plan 读经计划 三个月读遍一遍圣经的 哇那个雄心太大了 我不怕我不怕了不敢去 啊那个太厉害了 一天读十章 一天读十章 三天没读呢就三十章 你知道吗 哎呀 哎呀我知道 我我不行啊我不行 一年读一遍 一天读三章 就好像没什么挑战 是不是啊 牧师嘛 一天只读三章 怎么怎么做牧师嘛 这个自己跟自己压力啊 噢噢噢噢 折动折动一点 我就六个月 六个月呢 一天读五章到六章 哎你就跟着他 他会度处你的 你有读有没读 有根有没根 他都会告诉你的 当然你可以你可以作弊了 就是把他这样 完成可以交代 哎呀呀 你还没想我都知道了 这个是上帝给牧师的恩典啊 你们还没想的东西 我们都已经猜到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过 所以牧师不是高超 我们也做过 也明白这种张力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 没有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没一天的 今天没读 不需要老是有内疚感 做这些读 不要整天天责备自己 两天没读了 十五章嘛还好 还对得上 好好读 好好读 排队的时候读 站在那个地方 排队的时候就读啊 读啊 赶快读 把它追上去 感谢 快要读到 剩下大概 一个多月应该读完了 是不是啊 你们跟我一起好不好 你看牧师都挣扎嘛 所以你的挣扎 我当然完全了解啊 所以你们从一年开始 好不好 你看不起我啊 一年 好好六个月 六个月 大家同步 同进退 六个月 我们都六个月 好不好 你不读圣经 你不认识耶稣 你怎么像他嘛 你都连他都不认识 是不是啊 跟随耶稣基督 是要笑话耶稣 第三方面 做耶稣的门徒 要愿意降福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 Amen 不用再解释 理所当然 意思就是照着去做 理所当然 意思就是不要再找借口 理所当然 意思就是再过半个小时 礼拜堂门来一开 出去就去做了嘛 出去进行 这应该是这样 合金合理 因为上帝的慈悲 上帝的爱 把我们救赎过来 我们就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做死祭 献上去死了就没用了 而是一个活祭 活生生的 继续活出来的一分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的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新的教会的年度的时候 让中心的转移 成为你进入门徒生活的一个开始 让效法耶稣基督 成为你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旅程 让愿意降服 成为你每一天在上帝面前的新意 就是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要弟兄姐妹也跟我一起祷告 因为讲到讲完了只讲了一半 另外的一半就是行动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要你也一起祷告 如果 今天你的信仰是加上耶稣基督的话 只是加多一样活动项目的话 我要你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说主啊 你是我的忠心 如果 信耶稣基督只是 拜菩萨 拜拜 有事情就来求他 没事情 他走他的路 我走我的路的话 那你完全信错了 今天你说我要效法耶稣基督 你祷告 说主啊 我要效法你 我要认识你 如果 今天 你跟随着耶稣基督做耶稣的门徒 还是自我忠心 我行 我恕 婚姻 家庭 生活 事情 对待小孩 对待邻居 对待人 我行 我恕 完全不像耶稣基督的话 那我们说主啊 今天 我降服了 我把这一切都投降下来 让耶稣基督 来教我 怎么样生活 我把我的价值观 全都大翻转 我要做耶稣的门徒 所以请弟兄姊妹 你自己祷告 在主的面前 祷告说主啊 我要做你的门徒 祷告 主耶稣 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被提醒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 原来跟随耶稣基督 不是加上一个节目 不是加上一个宗教活动 乃是一个生命的大翻转 一个中心的大翻转 耶稣成为我的中心 求主耶稣 在我们当中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弄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 也愿意跟随耶稣基督 也付出代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活出我们的创造主 对人类创造的心意 就是能够荣耀上 能够祝福我们的婚姻 能够祝福我们的家人 父母小孩 也能够祝福我们的同心 因为只有耶稣的爱 才能够足够的帮助我们 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谢谢主 当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立志的时候 我们下个礼拜进入教会的新年度 我们就一起步伐一致的 来建立一个红果的教 谢谢天 奉靠耶稣的御靠 Amen 我们下个礼拜